在這裡 又來到一公年輕人的時間 我們最喜歡最大的興趣是甚麼 就是注意生活的健康 所以我經常說這句話 每天運動身體就會好 這次我們會說其中一種運動 比較冷漫一點和少去接觸一點的 就是向高發展的攀石 我們年輕人拍招了兩個代表 就是子忍和Fred去試攀石這項運動 聽聞事員之後 他們是手軟腳軟地走的 有沒有這麼誇張 現在馬上去片 你… 阿祖祖, 祖祖呢? 祖祖, 又說帶我來攀石 為什麼不是去那些室外的 很糾纏的山給我徒手攀石 是來這些室內牆的 你當我欺負人寶寶班? 什麼欺負人寶寶班? 沒有文化真可怕 我跟你說 你千萬不要小看這牆牆和我的身高 你一會兒跟教練做完網絡之後 你就知道這些牆的腳多難爬 還有多有挑戰性 說不定你笨手笨腳 竟然比我還要爬得慢 別玩了, 阿牧 我高你一個多兩個頭 你把手搶你這麼多 有什麼可能輸 不知道, 找教練熱身吧 教練 試過就知道了 教練, 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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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Danny, 我想問一下 翻炸之前要做什麼不熱身? 攀石之前 其實我們要做全身運動的熱身 才可以讓我們全身攀石 我們現在開始, 好嗎?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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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還沒教你們抱石 有什麼? 其實攀石和抱石不同 我下來教你 但我怕, 教練可以抱嗎? 等一下… 教練有什麼分別嗎? 其實攀石和抱石好像很類似 但其實是有些分別的 攀石就是繁止一些爬膏 我們要用繩子和安全帶的攀石 但抱石一般來說 在4.5米範圍以下 不用繩子, 不用安全帶 用軟展和你跳下來的技巧 保護你就可以了 接下來就會學習一下 怎樣去完成一條抱石路線 其實抱石路線很簡單 會有起步點, 記錄在開始點 會有終點, 記錄在上面 規則很簡單 手和腳只可以用開始點黏著 這是什麼顏色的石頭 白色 手和腳只可以用白色的石頭 爬到終點 我看到這個V0是什麼意思? V0其實是一個等級 代表V0就是第一級 可以去玩攀石的等級 即是最容易的 可以了 好, 加油 加油 是, 加油 我先想想 好像很困難 現在應該夠高了, 加油 是, 夠嗎 非常好 好, 下來爬低一點就可以了 好, 好, 完成 這個不錯 非常好 先捉住這個 是, 好, 很好 你的身高非常好 有優勢 是, 加油 是嗎 非常好, 你看多厲害 怎麼這麼容易 一來就是這個 這個是神經病 這個 沒有可能可以 我在那裡… 我拍了15分鐘 為甚麼在那裡 我不用站在那裡 五分鐘 完全想不到 真的想不到 這個是斜的 不是, 那裡沒有東西 那裡是… 那顆東西是… 那顆東西是… 就算拉上去 我剛才在外面聽到 Fred慘叫了五分鐘 我本身還對自己有少許信心 但我…我想… 真的… 我要試過才知道 他上了一格 加油… 上了一格, 加油 他有兩隻腳一起離地 剛才Fred發出聲音 他這樣… 不行的 他是惹人 是嗎 猴子 猴子 好像猴子 沒有, 只有這裡 不行 不解其他 怎麼可以上去 老師, 你在這裡帶我沒用 夠膽去藍頭牆和我鬥 真的不說不知 原來攀石分開兩種 就是分開攀石和抱石 抱石… 抱石有什麼分別呢 抱石剛才說 其實他沒有繩子 在4.5米以下 他會有不同的路線給你 對, 他的難度是甚麼 其實不是難, 是高 就是要想一下你的腳擺在哪裡 手擺在哪裡 所以長期要思考 其實你上去之前 你要先想好 如果你上去才想 就一定出發 即四肢要發達 玩到之外 還要頭腦不簡單才行 對… 互相配合 他很考慮你的手腳協調 你不是只有體力 我們一開始以為 我和Fred的身形可能比較好 他又高應該有優勢 對… 4.5米已經足夠了 但他的腦袋就差一點 所以已經無線腥膠 對… 對… 你們一提起攀石 你會想起甚麼 我們不如寫下 攀石? 對, 攀石這件事 想起甚麼 對攀石這件事有甚麼感覺 好… 好… 好, 大家寫好了嗎 好, 準備1、2、3 好了 你好… 攀石… 是… 攀石… 攀平哥 就是單手 對… 攀平哥 攀平哥簡直是攀石界的傳奇 對… 一邊攀都可以保持通話 這個很厲害 這個純粹是搞笑的 我們看回一些真實的 翰琳也是… 攀平哥 攀平哥肯定 另外, 我覺得高 因為我覺得攀石 除了要有力 雙手臂有力之外 其實我覺得你攀到中間 如果你去到中間 但你又看著後面那麼高的時候 其實你不會這樣繼續爬上去 攀位高嗎 對… 所以我就想… 因為我看到你抱石 是沒有那個安全帶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爬到中間 其實我可能有機會 有力繼續爬上去 但是我會怕高 怕地 所以我就會棄權 其實我好不起這個感覺 因為那時我和年輕人 幾個人出了外景去泰國 我真的攀那些魚奶超壁 是 然後我爬到一半去很高 你捕捉到攀嗎 那是甚麼 Crabby Crabby Crabby抖到抖 然後我爬到一半 不想, 又不是不下 又不是, 看起來很高 對 然後我又不敢跳下去 因為他跳不只這樣跳 是 他要你逐步按一下 按一下… 然後那天又下雨 最危險 爬上去, 又不是… 爬上去又不是 爬上去又不是 還有其實攀石 它不只是用力量 因為我朋友教我 他是香港的攀石隊 他說要同時發力 有時候你們不是不夠力量 就要手腳同時一下, 撞上去 你只用腳, 只用手 是不夠力量的 他們要不知怎樣拉一拉 對, 要飛過去 飛過去, 跳 他們很多時候… 即是不能用死力 他們很多時候是跳石 其實不是攀石 其實攀石這個運動很考心態 例如你這樣說, 去到中間 上去又很高, 下去又不行的時候 你就要跟自己說 不要放氣 不要放氣 我要爬到頂上去到終點 才可以完結 克服那個恐懼 勇安直前 不要想到後面有多高 多害怕 絕對不容易 但對於Bella來說是危險 對, 我剛才想到 很久到底這扇石有甚麼畫面 我總是覺得會… 會移動下來 我總是有一個畫面 就是右手、右腳還黏著石 但左手和左腳已經飛開了 然後被風吹一下 然後再找到整個畫面 所以我覺得他這麼驚險 好像人的旗一樣 而且我從來沒試過這種活動 我真的覺得很害怕 對, 你好像玩瘦花和針子多一點 對, 靜態一點 Santy是什麼 我也是畏高 因為其實我覺得攀石 現在很多普通攀石場 有地震的那些 他們已經矮了很多 但我記得以前小時候 看人家攀石的那些 我看到起碼三層樓這麼高 而且不知為何去到頂 一定會出來一點 我知道, 咬出來的 我回出來的, 腳到後爬 對, 所以我經常覺得 去到最高的位置 真的會很害怕 所以我還是自己玩攀石場 其實那些咬出來 我真的想不到 我以前拍過某些節目 也有玩遊戲 去到那個位置就不知道 不上就不下了 對 例如你肯定要上去 可能都找到位置 那怎樣爬 你們剛才不是說 用手腳用力嗎 其實是對的 但原來我和Fred 都不懂得用一塊肌肉 原來他用背肌 即後面這塊肌肉去發力 即你不能只用前臂這個力 所以其實我們用漏了這塊肌肉 我們已經很難將自己攀石 因為它是反應地心吸力 你的人已經不斷想聚下去 還有那種不安感 就是你會覺得自己跌了… 然後你又不斷用手握緊 變相就一直上不去 其實我之前也有玩過 我和你的情況一樣 然後變成只用了前臂的力 然後玩完之後 我僱了一個星期 即是臀部的肌肉 和前臂的肌肉 正常是不會學 其實拿不到筷子 不是,拿不到 甚麼都拿不到 因為你用不到 你硬要用手指捉著肌肉 還有前臂的力 然後吊著 用錯了 教練有跟我說 其實還有很多技術要學 例如我兩隻手拉上去 例如我右腳已經在踩一個 其實左腳可能已經沒有東西踩 要踩右腳的位置 那那個位置要怎樣轉腳 其實那個位置就是要有很多這些技術 你要逐步逐步 即我本身其實就不是特別 對攀石特別有興趣 但這次在這個抱石場那裡 其實它就有不同難度 而且它不同難度會有不同完成度 例如我這次爬到V2 V2我爬到七成 其實我差一段仔就爬完 但爬也爬不到 但你休息一會之後再上去 那一下好像可以 對,那一下可以 好像打遊戲一樣 過關 對